陰陽燭日線圖, 若名生物在橫行區內上落 反覆上落等待突破 剛才說的橫行區 上面有一條橫行區 暫時在保利加通道中軸下 昨天一隻陰燭跌到來 今天反彈, 但未過到昨天的開市位 51元 最高只見過57元 SAL昨天出了極點低位 48.5元 下星期一, 最遲看下星期二 不要出現低於48.5元 收市位, 否則短期後市麻煩 下市 11月28日低位 44元支持的機會非常大 到時 RSI正在努力 想回到五天平均線上 STC、MACD都是利淡 附載分析指標 還沒有參考價值 因為沒有參考價值 ADX是低於20 總括來說, 指標 全部都利淡 雖然今天彈了那麼多 全部都利淡, 小心 短線流機, 別考慮這個股份 還有要小心, 這個低位 12月8日低位 14.4元 會正式成為短期的重要阻力位 如果是這樣, 就會更麻煩 除了看剛才這個低位 44元之外, 也可以計 由56.4 高位 減50.4 即是6元 56.4 減50.4 即是6元 6元 如果從這裏減6元 反彈高位 56.4 又是56.4 減1倍, 當然又是54 沒意思 減1.6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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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9.7元 先8 由這個位減到56.4 結果呢 目標就是 46.69才2 不知道是否算錯 多數 計數機不太可教 減56.4 46.69才2 沒錯 目標將為46.69才2 我們再看看阻力線 這只是橫行線 而已 阻力線 這個表 看不到 支持線 如果你看到這裏 穿過的 站不站在上面 我懷疑 我會懷疑 另外呢 你可以在這裏量度 亦有一條 現在是一個 分好淡的時刻 應該是 看這裏量線的中間 再跌下去 你也可以看 下降通道 下降通道 怎麼看 這裏 拉到最低的點 這裏 OK 下降通道 窄的 底部 也是 沽加進攻的目標 這裏 如果你說 這個56.4 就已經見頂了 再看多點點 那你就趕看 由這個35元 升上去 56.4 0.382倍 0.5倍 0.618倍 涼度 跌幅目標 分別是 48.222.5 45.7 和43.1 7.5 再講短期的形勢 再講中期 中期 中期形勢 這裏有條下降軌 就穿了 所以都不需要再看了 阻力穿 阻力升破了 那支持線呢 或者先看看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SAR好 STC MACD好 RSI 緊緊好 咦? 四好一膽 中期形勢依然是向好的 短期就顯著上膽 中期依然是向好的 希望不會轉為偏好 甚至偏膽 小心RSI MACD的Difference 回到零下 看看這兩個Z